作词 李锦绣 我们看李锦绣的东西 就好像夏天穿着简单的衣服 穿着拖鞋 晾着脚丫子在吹对风扇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看他有空就在画 他对绘画是 把他当成自己的一种生命的热爱 李锦绣是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嘉义 他的父亲是一个油漆工人 这种刷油漆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工作 应该是他对美术最早的一种启蒙 大一的时候 他的画经常被老师推出来 他画人物就具备了 有一些印象主义的那些特质 我记得李锦绣当时 其他人也觉得他有点像侠女 因为看他的画就知道 他早期的话比较大气 李锦绣的话就是比较大快 所谓侠女就是很好放的 很好爽地处理一些东西 那上二年级前后 他就跟着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 那就是黄沐青 就去彰化 那么拜师 当时我们说的一个现代绘画的重要的导师 就是李仲生先生 所以我想李锦绣的整个艺术的真正的硕程 李仲生老师是有重要的影响 当时整个台湾非常盛行 尤其以师大为中心的就照相显示 他竟然把照相的这一种工具使用的不是照片 而是底片 这种透明的底片 它有一种透明性 有一种穿透性 它带着这种虚拧 所以虚拧就进入精神的这个世界 也在这个画面上加上很多黑色的团块 让人有一种遮眼之外 也有一种隔绝的这种效果 当时在巴黎有一个中央车站 我们叫雷阿 它整个建筑非常的前卫 锦绣经常去那边寻求灵感 到了巴黎之后 它就被一个东西所吸引了 就是巴黎的那些橱窗 特别是在白天 你走在街道的时候看到那个橱窗 一方面看到里面的景物 二面看到反射的景物 这一种带着一个异国风光 现代都会 那这样的一种新的冲击 当然是让它大开了眼界之外 也在眉财乃至表现的技法上 完全脱离了以往的这种传统的 绘画性的训练 它竟然有一些就直接用透明片 那用透明片画完以后 那好几层就形成了空间的层次 以及虚实的对应 它很强调所谓空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立景秀在法国去找一些作品 他用一些塞螺片 做一些空间的一些穿透 还有一些实验性的作品 在我个人看 它的艺术生命已经成熟了 一个是树的系列 那么一个就是居家系列 树的系列你看 几乎就是线条的足够 但是这个线条本身 它带着一种生命的歌颂 所以这种生命的自由度 那么你也要知道 树的存在永远是沉默的 所以这种沉默的 有力量的 这种几乎它自无地化身 它把书画书学性的 这种中国的线性的东西 融入进来 所以不管在后来它画树 画风景或是画家里的 它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种线性的美感 它这个居家系列 我觉得真是了不起 画看出去的家里 所以这个家里面 可能一个点风扇 可能这个桌子 足凳以至家居 但是你将来会发现 怎么前面有一个怪怪的东西 那不是怪怪的东西 那就是它的脚 它再这样画画 看出去的脚就在那里 都把它发下来 很多在强调这个女性主义 根本不必强调 它就是主体 这个自我的存在 哪里需要去跟别人抗争才存在呢 他画一些客厅 一些台湾的一些组织的编织的小板凳 还有一些小风扇 因为它那些作品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很轻松 而且那个空间的呈现的方式 也不是传统的 所以西方的一些方式 当然有一些东方在处理空间的一些 不是透视这些关系 所以它那些比例是有趣的 当时啊 大批的留学生返台 台湾刚好形成一种叫替态空间的风潮 那么不管是李锦秀也好 黄布谦也好 都是这当中的成员 二号公寓可以说是这个 战后台湾啊 可以说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绘画 全卫绘画的团体 锦秀他说画画就是画画 非常直接非常纯粹的 画画从我的作品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不幸的他过世以后 后来他在北美馆办了很大的一个战略 因为他那一系列是引起很大的讨论了 怎么把空间用二度空间的方法来处理一些东西 这个是影响了台湾很多年轻的艺术家 我们刚才讲到看到巴黎这种透明 他最后甚至在杂技当中写透明的存在 我就是透明的存在 李锦秀他画这些东西 不是为了要争明 要夺利 要强调自己的味道 所以李锦秀几乎是一个不被注意到的人物 但是绝对是一个深沉有内涵的存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